大家好 逃亡了二十一小時的槍手 終於落網 一看到鏡頭竟然還打招呼 還頻頻大喊為了報仇 究竟什麼樣的深仇大恨 讓他做出行刑式槍決 甚至面對警方攻堅包圍 還露出詭異笑容 以為躲在水塔還是被發現 警方怕他摔下來 還不斷幫忙扶著他的腳 但面對賀槍實彈的警方 甚至拿槍對著他 嫌犯卻蹲坐在水塔上冷笑 態度相當囂張 甚至差點擦槍走貨 最後在警方邊拉邊攀扶下 把人奪下來 也在他身上找到借來的現金 但他不忘揶揄警方 殺了四個人還有一人重傷 還負輕鬆狀 離線嫌犯當時在養聲會館睡覺 聽到聲響立刻躲到夾層 還是被警方發現 警方搜出他共帶了三把槍 面鷹器 其中一把是坐腕槍枝 還有三副手銬 以及一百七十九發子彈 活力相當驚人 現場宛如小型軍火庫 躲到夾層屋 到夾層裡面 被我們同仁很敏銳的發現 而把他逮捕到 幕後有沒有交縮者 要由專業小組繼續來釐清 穿黑衣也被帶上警車的養聲會館經理 警方發現他是嫌犯的南投同鄉 有屋藏嫌犯之餘 一併被帶回偵辦 他初步工程跟八年前的公私糾紛有關 但警方不排除幕後可能有縮食者 還會追查真正動機 但是訓言王子與江維蕙 男人開槍造成四死一傷 理性嫌犯搭小黃來到台中 養聲會館休息 省字字落 態度從容 但他卻一收回了好幾個家庭 嫌犯來到命案第一現場 他將賴董的弟弟 還有他的課長 反靠之後在廁所強殺 隨機騎車 課長的機車 前往生計公司 趁著下班時間 生計公司的大門開啟 嫌犯聲稱要找賴博士 隨即進入到內部 探到部分員工 就亮出槍械 要求他們通通交出手機 嫌犯使用滅印器槍槍對準被害人頭部 幾乎都是一槍斃命 除了目標之外 還把其他無名員工關起來 最後騎乘被害人流行科長的機車逃逸 十分冷血 刻意蒙面遮住警部 似乎想隱藏真實年紀和面貌 但還是被警方識破 察覺嫌犯和公司有關聯性 疑似為了報仇 天空飄起小雨 槍擊命案 死者張信女會計的家屬 重回現場周魂 一口氣奪走四條人命 資深法醫高大臣就表示 追起案件的犯案手法 很可能在模仿當年的劉邦有命案 為了背後動機 忍了八年才下手 三雄無垢與張俊棟 楊敬 林偉智 SNG手組南投報導